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争端主要是由于联合国原计划通过一份停火的决议 这份决议的用意还是非常不错的 就是呼吁在目前这样一个全世界比较特殊的时候 冲突各方 特别是在那些战乱地区 各方都要暂停交战 以集中资源和时间用于抗击目前这样一个疫情 但是这个决议遭到了美国的否决 那么主要的原因我们看到是关于草案里边 提到了关于世界卫生组织这个组织的描述 说白了就是美国人不想在这样一个联合国的决议里面 过多的表扬世界卫生组织 那么自从整个事情爆发以来 关于世卫组织这里面起到的作用 可以说是众说纷纭 美国主要是持一个批评的立场 认为世卫在多个关键时候误导了世界 尤其是误导了美国 以至于造成了今天美国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所以在这个里面当双方正在这个僵持不下的时候 联合国要通过一个决议里面还要表扬世卫 这是美国无法接受的 我们看到这个事情出了以后 中方的很多的媒体 新华社 澎湃新闻 人民日报 很多的媒体都不出所料 又把枪口对准了美国 就说你看这么一个好的事情 你们竟然不让他通过 这和最近把美国描述成挑事的人的这种努力是一致的 但我们看到中方的这些媒体 只字不提美方为什么反对 给人的感觉是美方不想让武装冲突的各方停火 以至于让世界的战乱地区继续战乱下去 这实际上与事实是完全不相符的 我们看到AP美联社的相关报道说得很清楚 美国就在这个决议里面 如何对世界卫生组织进行措辞 已经跟各方沟通了很长的时间 中国在这里面也是屡次的施加影响 非要在里面夸奖一通 是为不可 我想这个里面 肯定是在目前这样一个情况下 中国想在这里面打上一个基调 或者为将来的社会组织 甚至是联合国启动的关于疫情的调查 安上一个防火栓 如果现在中方努力 如果顺利达到的话 那么在这个抗议的整个的联合国的决议里面 就证明起码各方包括这几家常人理事国 你已经认可了世界卫生组织里面起的作用 那么就说他没有大的差池 也没有大的失误 那么他当初对中国的夸奖 对中国的所有抗议努力做出的赞赏 那都是成立的 那也说明你再来调查说白了 要么就是毫无必要 要么就是节外生枝 这个算法 美国人是看明白了 美国人所以不想让这个事情发生 所以就在这个措辞问题上 貌似是一个cosmetic 貌似是一个美观方面的措辞方面的一个争端 导致了他否决了整个决议 那么事情说回来 如果是大家都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 战争的各方冲突各方应该尽快停止 体现人道主义关怀这样一个原则的话 那么中方或者联合国安理会的有关部门 为什么非要在这个里面塞入这样一些字眼呢 说白了这个时候缓一缓再夸奖世卫 有什么问题吗 或者说不夸奖 赶紧把该做的事情做了 难道不是对战乱地区的这些成千上万的老百姓 更有意义吗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时候 不由的让人感慨 那么中国在联合国的这个渗透 也到达了一种令人震惊的一种程度 关于使用否决权 迫使很多联合国的决议无法推进 在过去的相当长一段历史时间内 中方动用的这个否决权 远远超过了美国 那么今天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无法过多的往前去回顾这样一个情况 但最明显的例子 我们想最有相关性的 那就是2019年联合国当时想通过一个在叙利亚实现暂时停火的决议 但是遭到了俄罗斯跟中国的否决 俄罗斯和中国否决的这个后果啊远远比今天这个严重 那么当年叙利亚战争啊 从2011年开始以来 已经造成了极大的人道主义灾难 那么在2019年9月19号的时候啊 由德国比利时和科威特起草了一个决议 呼吁叙利亚应该尽快开始停火 并且按照国际法律进行反恐行动 保护普通民众 那么这个目的就是为了避免叙利亚的情况 进一步的恶化 这个方案啊 获得了安理会高达12个会员国的同意 却因为俄罗斯和中国的否决没有能够通过 为什么没有能够通过呢 也是一个因为自言 那就是啊 中国和俄罗斯提出一个替代方案 在这里面他们拿掉了关于继续开展反恐行动的 这样一些倡议和规范 这导致了整个决议没有通过 那么可以说叙利亚 从2019年9月到现在 发生的这些人道主义灾难 俄罗斯和中国手上都沾满了鲜血 从这个角度讲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是有责任的 就是啊 你作为这样联合国的一个老大 一个总牵头人秘书长 你在这种各国相持不下的时候 竟然任由各方啊 按照自己的利益 或者按照自己的意识形态的需要 去阻挡了这个人道主义救援这种行动的实施 可以说这真的是让人感觉非常的不得力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近期美国已经瞄准了有关的国际组织 不但有这个瞄准了WHO世界卫生组织 还瞄准了这个WTO就是这个世界贸易组织 那么如果联合国在这些事情上仍然起不到一个坚强的中流抵住作用的话 我想整个联合国体系将来都会在美国的抵制之下 美国对它的抵制将会是一个致命的抵制 说白了 就像一个公司的大股东 我不愿意出钱了 总行吧 我重新挑头单干总行吧 那么联合国的会费 美方绝对是大头 世界卫生组织的会费 美国也绝对是大头 我们以前的节目里屡次提到 大概是中方的10倍左右 那么目前这样一个情况 可以说 这些老少边穷地区这些小哥们 纠集在中国底下 就是要给现有的国际秩序说白了 添乱 事实上我们看到 做一个加减法就可以看清楚 如果这一次中方不在决议里边非要去称赞世卫 那么这个议案不就顺利的通过了吗 没通过 那么这样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 这些人道主义援助得不到实施 大量的离家 无家可归的流离失所的人们 要继续在危险和贫困中去生活 所以我们相信最近的几周 都会非常清楚有这样一个趋势 那就是美国和现有的这些 已经被中方把持和深度渗透的这些组织 要进行一个大的周旋 甚至是在某些方面 某些时候就某些议题展开一场决战 这都是有可能的 这对世界来讲 确实不是什么好事 我们要看一看他们最新的进展 再给大家带来新的点评 另外这几天我们看到新华社又活跃起来了 说到新华社 我们要自卖自夸一下 那就是在疫情刚刚爆发的一段时间里 我们做了期节目 很多网友提出了质疑 说你这不等于算命了吗 我们当时节目就是说 中共决定4月份要庆功 因为当时疫情才刚刚开始 但我们根据整个疫情的发展 根据整个中方政治的惯性 和他们一概的一个做法 我们推测出来那就是在2020年的两会之前 他肯定会宣布 不管是什么样 他都会宣布取得了重大胜利 果不其然 我们看到在两会月底就要举行的前夕 新华社5月9号今天发布了重磅的一个报道 题目就叫 在民族复兴的历史峰碑上 2020年中国抗议季 副标题 灾难虽然巨大 但压不垮英勇的中国人民 在中华民族的史册 人类发展史册上写下了奔军状雄魂的篇章 这个基调 那就是要庆功 比如说他的文章开始的第一句话 小标题里面的第一个 就是叫浩浩长江水 微微黄河楼 怎么样 这个气度非常的雄魂 灾难虽然巨大 但压不垮英勇的中国人民 寒冬再漫长 也阻导不了春天的脚步 那么在正文开始以后 第一句话就是用中南山院士 作为一个引子要引子 悍然宣布 我们挺过来了 整个文章 我就不给大家复述了 总而言之 就是回顾了整个疫情发展的情况 突出了习近平总书记 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 亲自召开一系列会议 做出一系列重要的安排 在突出问题关键节点上 都提出过明确具体的要求 怎么怎么样 总而言之 习近平很伟大 这是一篇完全的庆功之作 坦率的讲 中国在疫情发生之后 能够取得今天这样一个成绩 虽然有一些 注水的成分 这是百分之百的 直到现在 它是不是真的控制住了 我们都不得而知 但是总体情况已经基本可控 这恐怕是大家已经看到的这样一个现实 因为我们在这样也聊跟好多在海外的这些媒体朋友也进行了沟通 比如说新加坡 从中国来到新加坡的这些游客 他们的确诊率也是大大的在下降 这说明同理可证 国内的这个比例确实是大幅下降了 但是中国地方太大 这个情况特别复杂 要完全阻挡住 我想是不可能的 所以他宣称胜利 我们给他一定的credit 就是确实做得不错 但是从他们这个整个的行文的比法和这些鼓励的这些方式看来 我们认为那仍然是这个继续那一套欺上瞒下的一个做法 那么这整个的疫情里边后半段中方处理是不错的 但前半段我们看到的是欺骗 是暴力 是欲盖弥彰 比如说最明显的例子 新方社发的这个文章 新华社湖北分社的记者廖军 他竟然在一开始 他是湖北分社的高级记者 社会部都市部的主任 他写了一系列的文章 其中就包括没有人传人 也包括八名这个崔少人被进行了训诫 要说这个事情就是派出所搞的 这就是中方得出的结论 后来派出了调查组 处理了一个派出所的副所长 请问湖北某个街道的这个派出所的副所长 能够动用新华社高级记者来写这个文章吗 更不用说后来全国各地的电视台 这个文风而动 一哄而上都开始批判这些湖北的崔少人 就是他们说有传染病 事实证明这些人做的完全是对的 这里边也包括著名的李文亮医生 竟然到后来这个廖军登上了国务院新闻办的领奖台 是因为他后来又报道抗议来了 一天写好几篇 一个月写好几百篇稿子 作为一个劳动模范来表彰了 这个事情当时引起了全社会的不满 也是导致了当时这么大一个叫全网内奔 一个非常明显的突出的互联网语情事件的一个引子 就是说你一方面把李医生分为劳模 另一方面又来表彰讽刺或者说打击 污蔑他的刑法上的这些记者 那你这样做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 那就好像在世界上你跟各个国家讲 你说耶稣是英雄 耶稣是这个了不得的一个圣人 结果他上了十字架 他刚去世 你转过头来就表扬犹大 说你卖的好 你出卖耶稣出卖的对 我给你发个大奖状 那这样一个做法给人的感觉就是 新华社没错 湖北分社没错 抓并且训诫李医生的派出所警察 没错 下次有这种事还抓 这不是 这不是我们的胡才乱想 我们看一看 他们不但是对廖军 对李文亮是这样一个截然相反的态度 我们看到现在著名的公民记者陈秋实在武汉 仍然是处于失联状态 去采访的外国记者不但武汉 留不下 连中国都留不下了 把他们赶出了 这个美籍的这些记者 五大家嘛 这个时代周刊 华尔街日报 纽约时报 这五大家几大家的记者全部被驱逐出了中国 所以你现在这些做法让大家怎么相信你是真心的接受了这个事情的教训呢 所以当新华社又写出几万字的文章来进行平功摆好 这个时候我们说实话 一方面感到庆幸 确实你这一关好像你已经过了 又感觉到你不配过这一关 你任何时候都要打压不同的声音 要打压这个讲真话的这些公民记者和普通人 那如果这种做法持续不变的话将来等待你的肯定是更大的灾难 同时也会给世界带来更多的磨难 那么这一两天新华社是大作杰出啊 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啊 这一大片在他的啊 这个首页头条 在夸奖啊 在圣赞自己取得了整个胜利 庆功之作 同时还有一篇非常重要 那就是叫新华网评 这份来之不易 彰显中国的制度优势 你看这一点果然不出我们之前那个节目所料 这就要来讲自己的制度优势了 整个文章啊 仍然是同样一片歌舞升平歌功颂德的基调 那就是说8号的时候 中共中央搞的这个党外人士座谈会 这个就防控工作 听取各民主党派 全国共商联 五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和建议 这些人能说什么话呀 他能做到这个地方来啊 都是你们已经把他的屁股擦干净了 才能过来的 那么这份制度优势啊 他们背的比你们还熟 所以啊 这个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只有可悲和可笑 如果不是因为你的制度优势 当初这个事情就不会发展到这样一个程度 同时我们看到在这个时间搞这样一个人士座谈会啊 也是啊 为将要进行的两会提前打一个预防针 那就是跟各界啊警告 让他们尾巴不要乱翘啊 屁股要做对的地方 否则的话啊 李文亮或者是陈秋实的结果就摆在那 如果到时候他们乱说乱动的话 前面的几位就是他们的下场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事情都要看到他到底是何时何地对谁做这些事那早不开晚不开 在两会之前搞这个啊 党外人士座谈会就是为了杀一敬白就是为了恫吓这些所谓的民主人士 这个时候啊不要乱来啊 一定要听招呼听指挥把两会顺利的开完才是当务之急 这才是他们嘴里说的来之不易的中国制度优势 另外呢前两篇啊前两天新华市还写了一篇啊有些人进行了一些讨论 那就是四问美国政客啊新华社这个新华时评叫美式甩锅真面目 这些四问里边啊说实话写的都很烂 因为大部分的答案都不需要专家啊你在谷歌上搜一下就能知道大概的答案 当然了你国内只能用百度的话你是搜不出来这些啊信息的 那么啊比方很简单很简单 比如说新华社的四问里边说自称拥有世界最好医疗条件的美国为何确诊病例与死亡病例 数字全球最高 这很简单呀因为他的确诊病例啊这些这个标准和你不一样 中国是你一定要得到肺炎了那才能确诊为肺炎 美国这边是测病毒只要是阳性啊不管有没有症状啊都算你是确诊案例 这特别简单当然我们不是为了替美国辩护美国这次做的有很多不惊人意的地方 甚至有很多很荒唐的地方 应该被白宫还有各方以及CDC这些绝对应该被追责 但是这绝不应该成为新华社啊你是国家通讯社 你们这些高级记者写出这样一个幼稚至极的文章 可以说你们写的这些东西跟网上的小粉红啊对骂的时候 他们嘴里那些东西是看不出来什么区别的都是这个脑子稀里糊涂啊说话张嘴结舌的这么一个作风 所以啊现在我不得不跟大家说大家一定要多看我们明镜的节目一定要多看我的节目啊尤其是广告啊这个要看完 因为实在是不容易啊我们为了做节目必不得不看新华社人民日报啊中央电视台这些文章 那对人的智商和对人的心理都是一个巨大的蔑视和打击但是为了做节目我没办法我们给观众朋友省些这一道了你们不用看我们帮你看 其实他们的文章和说话最基本的一个问题就是不顾文体就是你既然写新闻就应该把事实啊置于观点之上啊就像我在我的推特里写的这个这个这个啊 标志就要事实第一立场第二那很多时候现在啊中国的这些记者尤其是新华社人民网质帮记者他分不清什么是事实描述什么是价值描述说白了鸡蛋是椭圆的这是事实描述鸡蛋好吃这是价值描述他们往往把这个东西混在一起 那么这篇文章里啊我们看到这篇文章啊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啊大叔特殊啊大夸特夸啊这个自我参战啊不绝于耳的这篇在民族复兴的历史封闭上2020中国抗议季他们提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在以前的文章里也多次出 这就是什么呢说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很多磨难但从来没有被压垮过而是愈挫愈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 从磨难中奋起啊这个是个价值描述啊可惜啊他与历史不符 中国历史上啊很多次磨难也被压垮过很多次 说白了如果没有压垮过的话孙中山孙中山这些人搞的什么革命对不对都不用说后来了 当时啊中国亡国也亡的不止一次啊蒙古人同统织过你们啊女真人也统织过你们啊满族统织过你们啊一次又一次的被亡国灭种啊但是啊所以这些事情都不是说你我希望啊没有被压垮过就没被压垮过 你确实被压垮过不但身体上压垮了精神上也屡次被压垮了 我们看到近些年中国流行的这些宫廷剧什么不不经心啊什么那个那个眼睛老大那个演员演的叫啥那个那个小燕子那个啊黄珠格格 这些都证明你们的精神已经被彻底压垮了为什么呢 我们看黄珠格格看这那的好像哎呦那些汉人叫黄阿玛 那个叫叫这个黄阿玛叫的那个亲呢实际上就是他们当年演出了家定三图扬州十日啊那些事件他们进中原的时候那个大肆的那个烧杀抢掠和当年日本人差不多 但是仅仅是因为他们成功了哎中国人善于讲故事啊善于讲辩证就一下又把他们说成了他们本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哎实际上谁认你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 如果他们是的话当初啊孙中山提出那个口号叫驱逐达鲁恢复中华那驱逐啥呀还你就让清朝你就要满满族人继续统治你呗对不对 所以啊我们看到中华民族确实是一个非常奇葩的民族啊 大部分时候就没法讲道理没法聊天啊事实于这个观点 他老是啊混着说你想像刚才这句话说中华民族历史上啊从来没压缓过 你这不是扯淡吗你没压缓过很多次啊 所以现在他们在世界上写这些文章讲这些道理啊都可以说经不起任何的推敲 这也是中华文化目前已经被现在的中国人搞到了一个踢笑皆非的程度 一个最有利的证据啊可以说中国的文化 尤其是中国大陆的文化现在的世界上已经被这帮中国人搞成了啊三流文化 无法跟世界其他各地民族进行平等的交流 说白了就是你拎不清别人没法跟你聊天 好今天我们啊看了看 中美两国斗法啊这个打到了联合国啊 往后会怎么发展前边都发生了什么样一些有趣的故事 同时我们也看了新华社啊就突然发神经 这两天开始大这个这个盛司历劫开始庆功 庆功这里边啊啊说实话能够这个考证的能够呃有根有据的事情不多 啊这个没问题我们由着他这么干啊 这个历史在加速的发展 我们不相信这样一个恶劣的民族 他们能够永远这样下去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你在赶步人生 展现你的手艺 展现你的才华 展现你的爱心 让你的美好传给世界上上心之人 传给500年后的新人类 让全世界一平平宅家乐 大家电视台 大家一同宅家乐 征集对生活的热爱 请到油管寻找大家电视台 Hashtag Stay Home Hashtag With Me 大家一起宅家乐 期待你的作品 详情请致讯屏幕上的邮箱地址 我们生活在史虚中 人类从来没有过 十亿人同时宅在家中 我们依然看到太阳 我们依旧看到星星 只是比从前我们对生活更热爱 我们对生命更珍惜 告诉我吧 你在烧什么菜 你在挑什么舞 你在唱什么歌 还是你与亲友亲心 还是你在赶步人生 展现你的手艺 展现你的才华 展现你的爱心 让你的美好 传给世界上上心之人 传给500年后的新人类 让全世界一平平宅家乐 大家电视台 大家一同宅家乐 征集对生活的热爱 请到油管寻找大家电视台 Hashtag Stay Home Hashtag With Me 大家一起宅家乐 期待你的作品 详情请质讯屏幕上的邮箱地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